大家早晨 現在是2018年9月5日 星期三10點26分 在屯門後面這間店 一年內就升值了800萬 成交了3380萬 在屯門青桃徑5號問... 是不是桌?問什麼大廈? 我忘了認識這件事 因為香港中文讀到中山 面積4300呎 就以3380萬賣了 7800多呎 就是Coffee Shop的B.Y.O.B.Coffee Roast 一邊說的時候一邊轉圈 剛剛早上還沒開門 日後的照片給你們看 裏面的樣子 你看到吧 大大盒的單車在這裡 有個菜單 挺舒服的 很大盒 門闊這裡大概是40呎 我心想是 我在拿圖織 我知道這間店都賣了一段時間 之前賣了3380萬 之前羅朱鴻 蔡子忠的時候 他們是1900萬賣進來的 當時是2015年8月份 2015年8月份就1900萬賣進來 後來他們就 17年 開了兩年左右就沽了2580萬 再過一年就沽了3380萬 你知道屯門的店舖是有價有市的嗎? 我自己的屯門都買了一些店舖 無論如何 這裡是清淘京 轉過來看看 這裡叫清零京 清零京這裡有很多食肆 學校 居民 是可以的 我自己少來這裡 這裡的店舖就不太好 但是這裡是可以的 那裡就是井財街 外面 再轉過來的時候就說B.I.O.B. 這裡 整棟大廈 讀些資料給你聽 這裡總之就是4300呎 很大間的咖啡店 總之那時候蔡子忠買進來的時候 這裡說是新墟 但是這裡不是Exactly 新墟 新墟站 但不是新墟 新墟那邊的店舖就旺我多 還有那裡多很多的水貨客 這裡全部都是普通的居民 飲食 教育 這裡的消費力就會弱點 這位說真的是我靜的 我就覺得投資放在這裡 大間 你大間 但這些是屬於淨位的前景 我不敢說太多 不過是3000多萬 這麼大間 可以的 至少整間店舖的地鋪 我要一團 你就五分位 十分超便宜 五分市價 一分便宜 我覺得你五分位 可以的 大大間 你想碰4000多呎的地方 聽到一個大間 你看裡面的環境 那就碰到了 恭喜賣家 這個屯門的時候有前景 港珠大曉橋的時候穿下來 屯門會更加旺的 恭喜恭喜 屯門失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